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個視頻拍攝於大年初二 我現在位於廣州藍站 我要坐高鐵去到珠海 去到好朋友的家吃開年飯 如果現在在廣州藍站搭乘高鐵 入站的手續真的非常簡便 提前在網上買好票 不用提前取自己的票 憑身份證在這裡掃描就可以入閘 入閘後安檢行李開了好多條隊伍 每一條隊伍都幾乎不用怎樣排隊 整個入閘安檢的過程 我只用了五分鐘的時間 剛才在未入閘之前 就已經見到在大廳那裡 有好多不同旅行社的導遊 在這裡舉著旗仔等客人聚集 今年的過年在我身邊有不少朋友 就連連三十都已經提早出去 和家人一起在外地慶祝 而留在本地的朋友 很多在過了大年初一之後 也都開始了他們的旅行模式 我坐高鐵從廣州藍站到珠海站 整個過程就是一個小時零五分 票價就是七十元人民幣 不過我就買不到坐票 只是買了企票 企票和坐票是同價都是七十元 不過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就不是很長 而且高鐵在中途會有人下車 有成天下車之後 我就有位坐了本程 所以一點都不會覺得站得辛苦 之前很多時候過來珠海站 都是從拱北過澳門玩 這次就是去到朋友在珠海家 而不是過大海 雖然不是過大海 但都要了解一下情況 排隊在拱北過澳門關的人很多很多 澳門仍然是不少人短期出行的首選 在拱北打車就去到朋友家了 好朋友是上海人 今天的這頓開年飯 就是有好朋友76歲的媽媽 自己親手煮的上海傳統本幫菜 非常感謝阿姨的辛苦付出 提早一兩天的時候 她就已經開始做籌備工作了 這是什麼 香菜木耳皮蛋 這是筍和蝦 這是糖醋小排骨 大排骨 蛋餃蝦 還有豬腳 這個是不是我喜歡吃的 烤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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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一道上海菜 蝦仁炒冬筍 冬筍是臨安天木山的黃泥冬筍 入口又嫩又爽又香 上海人相當喜歡吃冬筍 這道菜就是我最喜歡的 上海經典本幫菜四喜烤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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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鲜晒干然后泡水里面发出来 就还是水鱿鱼 尤其水咬鱼 工程就这样发了 一个理论 我们上海人吃这个东西的 我刚刚对你说的 我想到实力想 一到过年就来了这个菜 你们上海人不怕什么 又发又毒的那些 没有的 已经处理过了 对啊 水腿不一样 妈吃进一碗 很嫩 好嫩啊 少拉鸭 一点渣都没有啊 好嫩啊 这个我很喜欢吃 如果红烧肉煮的话 哇 那个就有一只熟沙鱼 不是吗 千代鱼 最后味道的 哦 千代鱼我也喜欢 对啊 嗯 少可以做牙刀 嗯 最后一的时候 在朋友家吃了个烟锅鱼 那个汤也是用这种咸肉做的 上海人的咸肉可以拿来煮很多菜 除了出名的烟锅鱼之外 刚才煮水鱿的时候也会下 这个就是清蒸的咸肉 入口金香无比 一点都不会觉得肥膩 糖醋一字排 朋友就说不好意思 由于是76岁的高龄 下水淀粉的时候一时看不清 份量我下多了 芡就重了一点 糖醋小排骨其实是下薄芡的时候才更完美 不过味道就真是老上海的味道 酸味味香氛氛氛非常好吃 这碟凉菜就是皮蛋和木耳 用陈醋、豉油和小小的泰椒酸来凉拌 这个凉拌菜好吃的关键就是在于皮蛋 皮蛋留心好幼滑 上海人过年必食的菜品蛋角 它们蛋角的寓意就类似于东北人的水饺 食蛋角都是寓意元宝和发财的意思 一边手剁的花肉馅非常香 上海名菜油爆河虾 由于买不到河虾 所以就用了海虾来代替 海虾拉过油 颜色变红差不多熟的时候 捞起海虾 然后在锅里面喷一点生抽 搅拌均匀就可以上桌了 过年中国人的习俗都是一样 一定要吃一条鱼 朋友说这条老虎斑照早去市场买时 只需要人民币45元 价格非常划 水滚后大家一起继时间蒸了12分钟 然后熟火焗了1分钟 蒸上来时间刚刚好 鱼肉刚刚熟非常嫩滑 这条鱼很受欢迎 一上来就被我们一抢而空 朋友从台山的乡下拿了一只老鸡娜回来 老鸡娜拿来吃就太粗了 拿来煲汤就最好 上海人煲的汤和我们广东人有什么不同 这个汤煲了4个小时 煲的同时他们就下了一大块火腿 汤煲好后在上桌前 会落少少青菜在汤里面 这一口加了火腿煲出来的鸡汤 真是入口特别的鲜 到时我在家煲汤的时候 又学下他们这种方法 落少少火腿 真是吊起不少鲜味 上海人的吃法 喜欢在饮汤的时候 在汤里面加一个蛋角 他们也喜欢在汤里面加粉丝 加肉丸再加蛋角 真是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饮食文化 上海人过年必食的甜品 百保饭 朋友是纯正的上海松明岛人 百保饭就是正宗的松明岛的做法 里面有红豆沙 红棕 还有南瓜仁和葡萄 入口清甜一点都不会太多 上海松明岛的另一大特色糕点 松明糕 豆沙和枣泥 你们以前自己也做的 我们小时候是爸爸妈妈做的 奶奶做的 在每个人的记忆中 都有以前过往在过年的时候 和家人一起做过年食品的美好回忆 辛苦了阿姨为我们准备的 这么有上海味道的开年饭 吃完开年饭 一起出来看新春电影 在网上买票56元一张 你别说 珠海看电影也不便宜 在布尔勒滚烫 真是我比较少许的 可以给出高分评价的布国产电影 女主角从200多斤 减了100多斤的历史故事 古武人心 令人振奋 我想看了这部戏 我都会决定在新的一年里 减重减肥 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 女主角可以做到 我想我都一定可以做到 今天的视频 品上海味道的开年饭 和朋友一起看新春电影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喜欢分享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 多谢你们的支持